欢迎您继续收看亚洲杯乒乓球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是由马龙对水谷损 之前马龙是多次战胜过水谷损 而且水谷损也多次表示 马龙是他最难对付 最拿他没办法的一个运动员 就是说没什么招 没什么办法 看看今天水谷损会有什么新的作为 水谷损有很多像类似这样的运动员 最根本的问题是天生没劲 你这个是男子运动员解决不了一个问题 你没力量怎么办呢 真没办法 你手感再好 再培养你 你能够打一阵 但是你没劲 归根结底 男运动员没力量 绝对是不行的 没有砂板 手感好 能周旋 能对付 中台近台远台 但是核心问题 就是你的最根本的 你拿他 你的砂手锏没有 这个就是说会 可以说完全能限制你的发展 确实在比赛当中 每个人的打法不一样 但是他的总的体现出来 都是没有明显的漏洞 但是特长突出 刚才杨莹讲的水谷损的 就是没有砂手锏 特长突出 成为了他再提升 再提升一步的 最大的障碍 没劲儿 没力量 你看他这个发力 他的动作能看出来 他动作很小 夹着手臂 肘夹得很紧 动作不是很舒展 你像咱们需要 如果拉出力量的话 需要手臂伸开 腰部腿部力量 同时发力 对吧 把整个 这个灰盘的动作做完整 显得很潇洒 是吧 但水谷损 你看 它夹得很紧 首先就限制你发力了 你这个肘和你的身体 好像要拿绳子 把你绑住了一样 你怎么发力 是吧 你前臂的力量是有限的 前臂需要发力 但是你大臂 但是你大臂 你的腰 你的胯 这都需要同时发力 才能真正发出神力 这一点可以看看 陈起的正手 陈起就是天生神力 一把抡过来 真的是那个力量太重了 像重型炮弹一样 就过来了 确实那个威胁很大 好 好 好 白水 刚才杨颖讲的 这个水谷损 及这个 就是欧洲和亚洲 这个 这个优点 鱼一身 荣为一身 也就是说的是 水谷损的这个 技术风格 刚才看到的 它的这个 这个远台对拉能力 这就是 欧洲运动员的这个特点 那么在台内 球细腻化 这是亚洲人的特点 杨颖你还记不记得 原来 瑞典队 瓦尔德内尔的教练 一个叫葛兰的 长得特帅 记得记得 葛兰 就是他不在 那个瓦尔德内尔 那个俱乐部之后 他就到了 日本拼协 就聘请他 就是到了 这个日本 他培养这个青少年 那个时候 他就 就是水谷损在小的时候 就是葛兰就 就开始当他的这个教练 所以我觉得 看到他的这个中远台 对拉的能力 我觉得跟葛兰教练 当时 那个在他小的时候 就是给他带来的一些 打球的理念 有非常大的作用 对 其实他理念也没问题 他手感 天赋 协调性 流畅性 都没问题 最主要就是一点 核心问题 解决问题的那一半 就是力量不行 对 这个天生没劲 这没办法 你看他这正手 始终是拉不出 什么太大的力量 他如果说 能够有主动权 也是靠变化 速度 灵巧这块 绝不是靠力量 终于是拉不出 整理性 对 六 三 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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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冬季西这球 黄条 我现在刘伟有点着急是吧 我就担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马龙 你看啊 马龙和张继科是同年龄 同时段的同时代的选手 人家张继科现在拿了两次世锦赛 淡打关键 大满贯得子 对马龙来讲无疑是一种推动 也是一种刺激 就是说马龙其实出道的时间不短了 这些年你看转眼七八年过去了 就是说马龙还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 技术状态包括心理状态 这是一件就值得肯定的事情 但是时间会消磨人的意志 我觉得这点非常可怕 就如果一旦说总是拿不到那种 最分量最重的冠军 之后马龙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这种在场上比如情绪激情 激情灵感调动不起来 这个就比较麻烦 慢慢就会走老化的路线 所以马龙当马龙教练也不容易 我觉得这点上需要情绪点教练 应该和他有一些深入的沟通 因为人就怕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开始变得麻木 或者说这种调动 调动灵气和激情是最难的 这会儿马龙现在有点出来了 这球 确实在张持有度的问题上 张继科可能他老能把自己的最佳的状态 调整到大赛当中 另外一个可不可以讲 就是这种状态代表了张继科更加有思想 有追求 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知道他在哪一个点上去爆发 所以应该说马龙的稳定度还是很好的 但是下一步对他的挑战就是 你到底想在哪个大赛上爆发 你的激情要释放在哪次比赛当中 你如果说这一个运动员 他在一个点上老是保持那种高质量那种状态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在哪个点上爆发 我觉得这是一种战略上的一个调整 所以最可怕的 我觉得就是当马龙 不管是得分还是失分出现一种面无表情 无动于衷的一个感觉 这一点是 是需要马龙要能够清醒认识到的问题 这样第一局啊 打的还是非常精彩 也很激烈 两分的优势 比咱们想象的水谷损的这种威胁冲击力 要大一些 虽然呢他也在一些采访当中说 马龙说我太难打 我真是打不动马龙 但是他今天这个表现 毕竟是五局三胜的比赛 他的赢面 他的这个偶然性 和这个能够爆发点 会比较短促 也是希望大一些 但是这个比分呢 确实杨阳你刚才说了 他觉得马龙很难战胜 九比九打的绝不是技术 打的是一个自信心 这两分球就说明了水谷损战胜马龙的这个自信心不足 那么马龙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马龙要去想这个球 应该想的问题 对 你看刘伟 你这个思维啊 就是作为横拍运动员的一种思维 作为直拍打法 他绝不会想到五盘以后 对 他就想 我这前三板 对吧 前三板怎么把你放到 怎么把你放在那 是 让你没招 这是一个打法 对 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方法 但是面对水谷损这样的对手 你不是一两板 你就能解决问题的 水谷损它是比较这个中远台技术 对拉能力很粘 缠人 对 杀伤力不够 这是水谷损的这个特点和不足之处 有时候像水谷损这样的打法 就像这种球 你主动给他拉 让他发力 他反而没劲 逗一逗他 挑高球让他拉 他反而拉不出什么太大的力量 对 一 三 一 四 一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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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2 这球水果笋是在 控短 控短之后很细腻这个球 然后侧身抢拉一把斜线 这个球运动员在日常训练当中练的是比较多的 控制之后 抢主动 拉下旋 刚才杨颖讲到的控制之后的主动上手 也说明了乒乓球这项运动的板板相扣 就是它的白短是为了下一板的主动进攻 就是 并不是说单纯的为了白短而白短 没错 6 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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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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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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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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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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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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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使用了好几个了 黄条 是有把握的 有复的还是 对 7块 这个球马龙正头抢拉擦网出界 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一瓶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亚洲杯乒乓球的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破领悟全新境界 Ruffle 融赢新开补物新认证 一起Toyota 弹力支撑 轻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马龙和水骨笋的第三局比赛 现在刘伟来看看这个马龙还是要强势的这个极力的去调动自己 这个球不像想象当中的这么简单 刘伟你觉得具体在就是技术上或者战术上 马龙现在他应该从哪些方面比如说能够这个做的再好一些才使这个难度没那么大 嗯 就是你看男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发球反手台内 揭发球控制反手台内 那么杨颖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张继科跟樊振东的反手位 只要到了这个范围 他俩绝对就是发起进攻 那么马龙在反手位台内的球的这个处理上 其实这个球我觉得代表了一个主动的意识 主动进攻的意识 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 现在马龙就是如果说跟水骨笋打 觉得等待胜利 我觉得这个胜利不是这么容易得来的 而是要主动发起进攻 对 尤其是在你比如说刚才有几个失误 是发到他反手台内的侧旋球 一摆高了被这个水骨笋黄挑好几个 那么这个球你首先就要就是破掉对方的发球前攻 抢先拧拉起来 争取这个主动权 对 另外感觉就是马龙的球啊 质量太低 现在 是吧 不管是七发球的白短也好 或者相持也好 就是他主动这种强势带有高质量的旋转球 这个球并不多 所以经常水骨笋呢 还能时不时来一下 啪 抽你一下 有机会 有机会 所以马龙就像刘伟说的 不能等待胜利 要加强主动性 要有压迫性的一些球给对手 再就是你刚才讲到以前马龙都是这个赢水骨笋 可能这样就是更加麻痹了他的这个思想意识 使得他这个等待胜利 那么在这一局的开局前面我们看到马龙 大家也听到了 他这也含起来了 也跳起来了 确实他想调整自己的心态 调整自己的这种战法 因为从我查到的这个两人的交手记录和资料上来看呢 马龙呢是在多次的较量当中 都是比较轻松的获胜 所以感觉上水骨笋在马龙面前没有太大的办法 没有太多的办法 现在看来啊 这个球啊有点麻烦 麻烦在于什么呢 在于马龙没有一个像刚才确实刘伟介绍的 没有樊正东和张继科的一个这么强势的一个反手 反手不强 还对方反而呢能够进攻 拉住马龙的反手 这样显得好像水骨笋的主动权更多 来 5 2 抽脸 抽 6 5 就像马龙跟水骨笋的这种比赛 一定要就是我刚才讲到他应该考虑到5本以后 就是有力有节的 就是步步紧逼的这样最后创造一个机会来解决这个 来解决来得分 那么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看到马龙这场球的调整 对自我的调整还是不错的 这一局他马上兴奋起来了 是吧 对 发动进攻调整的还是不错的 对 那么往往你如果说不这样调整呢 你还在等待呢 这个时候往往会让水骨笋呢 就是这个 就是如果说赢了之后 下次再对马龙打的时候 他就会有信心了 对 他不会再说我跟马龙打我没有信心了 所以说这个正反两方面的这个对比 这一点要向邓雅萍学习 邓雅萍是他要赢过的对手 再打一次赢一次 打一百次 他就能够赢一百次 绝不会鼓起 或者绝不会轻易的放手 让对手赢一次 所以其实竞技体育它就应该这样 是吧 只要上了赛场 那我的就是要全力以赴 对 你看这双方运动员 表面现象的变化 心理的变化 这一局第一个球 马龙就蹦蹦跳跳 喊起来了 那相反呢 水骨笋的这种气焰 就给打压下去了 所以说它是 这个两个人是相互控制 相互制约的 自己如何把这个肠 羊肠弊断 这样马龙拿下第三局 11比5 这局可以说在中局以后 五平之后 马龙才真正打出了真正的马龙 前面的球太显得平淡 这个球又慢 对 弧线又高 没有激情 对 那么第四局的比赛 我们看 这个首先的这个看点 在技术上 马龙肯定是领先于水骨笋 但是看这个 这个下一局 是不是能够 马龙能够斗志昂扬的 投入到比赛当中去 这个给对方从气势上的压力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 技术上的这个压力 最后取得 这个最后比赛的胜利 这多用正手 反正有靠对 靠不住就抽筒 嗯 看看这个秦志简给他的指导 还有破地啊 指导就是说多用正手 多用正手 这就需要一个主动的进攻意识 他才会去侧身 所以这个技术还是来自于思想 对 秦志简说的意思 就是反正你靠 靠你靠不住 你还不侧身冲 对对 靠什么靠 主动进攻意识不够 但是又说回来了 对于水谷笋这种被缠住的 这种时候往往容易进入到他那个误区 让他领跑 没错 来看第四局 好的 组的非常漂亮 反手加厉 来 出来 来 漂亮 反手发起进攻 对 这反手一旦马龙强硬一些 这个球他就完全能够打出优势 对 占据主动 我现在越琢磨这个乒乓球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打法 今天下午咱俩也没少给大家广大的球迷介绍 这个小球 攻球 左手 右手 是吧 这个带教练的还是反教 没少介绍这个各个打法类型的这个特点 但是最终就是打法并不重要 而在于它的思想意识 真正领先的是意识的领先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 包括我们的专业教练在选材的时候 看这个小孩 他不是看你输赢 关键看你的意识 有没有这种意识 好球 有可能你是属于有意识 但是当时你的能力没到 那是你能力问题 但是你要没有意识 你有能力也未必代表你有发展 对 另外一个广大球迷 现在咱看这个比赛要求也非常高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表面的肢体语言 之后呢 又看到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心理上的变化 对 所以这个比赛它是由外而内的在打 那么可能这个在打越大赛越关键球 可能又给打出来了 打出来的是抽象的信念问题 对 这说的比较高深啊 另外就是说这个乒乓球啊 现在我想更多的乒乓球在中国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 好球 反手加力 这个球你就出来了 其他你啥都不怕了 对吧 其他东西这个就是顺势而为了 对 所以乒乓球来到中国一百多年 一九零一年进入中国 先是在中国的上海 起源于英国 我觉得中国的很多观众 都和乒乓球啊 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是呢 你看的时间多了 我想应该跳出这个输赢的角度 更多的从这个项目的趣味性 乐趣 它的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呢 作为评论员 也希望给观众呢 带来这方面的一些点评和引导 7-1 确实这个乒乓球 这个技术 无论是从技术到心理 一个点的突破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 来 7-2 3-7 4-7 这个时候的马龙一定要把这个非常好 叫了暂停 把这个事还得当做一个事 对 他不能放松 一旦放松两额被对方反扑回来 到那个时候再想摁下去对方 那就非常难了 一定要在领先的情况下 扩大这个战机 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马龙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就像刚才刘伟给大家说的 这个你要输一次 你赢100次 你输一次 这一次 你就有心理阴影 你到大赛再碰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这一次输的他最难受的地方 人都是这样 他能赢100次 有些东西他就比如说他心里所分析的东西 不是太全面的时候 他就会片面 这也是中国队这几年大赛当中 用人的一个考量的一个标准 如果说对外输了这场球的话 其实在别的大赛也不太敢用了 7-5 下面给马龙发球 这两个发球权一定要用好 马龙 加油 加油 马龙 加油 加油 马龙 加油 加油 马龙 耶 进马龙 现在刘伟我觉得马龙给水谷笋的反手位给的太多 前面也是有两个被对方侧身的反拉 这种时候对方如果说拼命侧身搏的时候 那不必要敢于变对方的正手 你看水谷笋的这个中台周旋能力很从容 好球 不行它再放起来再反拉 拉住 坚持住 又是一个反拉漂亮 还有 马龙继续 真正的双方实力的一个 比拼 对 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 两个长跑运动员 是吧 这时候在冲刺阶段 看谁坚持的时间长 对 你平时的练的多一些 或者你付出的更多 你这时候对自己有底气 杨杨让我看到这么多回合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到38毫米的这个乒乓球绝对打不了这么多回合 对 因为现在是40毫米 对 马上乒乓球还要改 改成这个塑料材质的乒乓球 对了 你看这个球直接穿对方正手 不要说我拉两板反手 然后我再拉到对方正手 第一板就去 对 直接过到对方正手 这个是右手打左手的一个比较 比较容易得分的 正手直线反手发力斜线 这是比较非常好的两条线路 对 一鼓作气 不过刘伟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水谷笋 嗯 还是有一些进步 对 有一些进步 比以前球10了 嗯 好球 这样马龙11比6 经过了一番的考验后 3比1战胜了日本选手水谷笋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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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挺惊险的 我觉得 嗯 也很精彩 对 也很精彩 一个是呢 对马龙的这种激情状态有所担心 对 再者呢 就是说水谷笋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他和以前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他的这种尽头 嗯 不 但 我